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那这道题考察的是这个逻辑空间和物理空间的 那在这道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掌握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对于这个虚拟存储器而已 它这个主存的实液和我们虚存的这个虚页一样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道题里面它只告诉了我们这个虚存的液大小 而没告诉我们这个主存的这个实液大小多少 那这是一个默认的知识点 就是主存的液和虚存的液呢是一样大的 那对于这个虚拟地址 它等于这个虚页号加上业内地址 对于这个物理地址 它等于实液号加业内地址 由于每页是1024字节 那又是按照字节进行编辑的 所以相当于要对这个 每页里面的这个业内的这个地址进行一个寻指 那就至少需要10比特的消息 那对逻辑地址也一样 对物理地址也是一样 那由于又告诉我们有8页的逻辑空间 对吧 我们要对这个8进行一个寻指 我们需要几个呢 需要3比特的信息 我们才可以完整的表示8页 对吧 那么如果是对32块的物理存储区 进行这个寻指呢 需要几比特的信息 需要5比特的信息 所以这个逻辑地址呢 总共就是有13位 物理地址呢有15位 所以这套题的正确答案呢 选择这个C选项 那这套题的话确实是有点比较不一样 因为一般而言 我们这个逻辑地址 是会大于我们这个物理地址的 那在这套题里面 我们这个逻辑地址反而比我们这个物理地址更小 但是其实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OK的 那只不过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比较少碰到 这套题讲解结束